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如果我们只会开启这个雨光的话 那也不错了 因为我们看前方的视线 还是非常的差 特别是在这样的高速路上开车 初速都是比较快 要么不出事 一出事就是大事 那么接下来时能就给大家分享 四点在高速开车 遇到大雨时的注意事项和细节 都建议点赞收藏 对你日后开车上高速 肯定有帮助 首先第一 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当我们看前方的浓尖度比较低时 那么都建议大家优先开启这个雾灯 而不是双闪灯 因为雾灯的穿透力 是要比双闪灯更强的 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提醒到后方的超辆 记住 这个向左的章鱼是前雾灯 这个向右的章鱼是后雾灯 大家一定要懂得正确去提前开启 来大家看一下 前面的这辆车 可以说它的心是整大 什么灯都没有开 在这么大的雨天开车 万一后方的车没有及时发现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就亲在一起了 对不对 同时在这样的雨天开车 我们车内都是比较容易起雾的 这都是因为我们车内外的温度差而引起的 我们只需打开空调 再打开前挡玻璃储物按键 打开外循环 灯亮是内循环 灯不亮是外循环 风亮开关调到最大 尽量用冷风来储物 效果会更好 第二在这样的大雨天开车时 都建议大家走中间的车道 因为左右两边的车道一般都是比较低 中间的车道这个位置比较高 那么就不容易积水 如果说我们走在左边的车道的话 万一这个路面有积水 你又没有及时发现的话 我们这个车是很容易测翻或者是测滑的 特别是我们进入隧道以后 在出隧道之前 一定要提前适当的减速 由于隧道口这个灯光明暗变化非常的大 根本是看不清前方隧道口的一个路况的 是否有积水你根本不知道 一旦车速过快 是很容易测翻或者是测滑的 第三在雨天开车时 特别要注意远离大货车 由于大货车自身的重量就比较重 以及轮胎的凿地面又比较宽 就很容易卷起水坏或者是水雾 就会导致旁边经过的车辆 看不清前方的道路 大家看一下这种情况 要么你就是及时的超越 或者是远离旁边的大货车 如果说你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走在这个位置的话 就一定要把你的这个雨刮调到最快 如果说不是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就千万不要走在它的旁边 第四这一点就非常的关键了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前挡玻璃 看出什么问题没有 是不是用雨刮都刮不干净 这个就是玻璃油膜 这也是很多的实际朋友 比较烦恼的一个问题 甚至是不知道的一个点 一旦处理不好的话 就会影响我们看前方的道路 特别是晚上也就更加的明显了 很多朋友就分不清楚 这个玻璃油膜跟玻璃起雾 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住玻璃起雾是在我们这个车内 也就是在这个玻璃的内侧 而玻璃油膜的话 是在我们这个玻璃的外侧 很多的朋友总以为这个玻璃油膜 清洗一次就没有了 那里就错了 因为我们不管我们的车停在哪里 时间一长来的话 空气中的各种污染物呀脏东西呀 就会附阻在这个玻璃的外侧 有一层薄薄的灰形成油膜 关于如何正确的去清洗这个油膜 在我之前的视频当中 都有给大家讲解过 不懂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只要你在开车上路之前 特别是在雨天 懂得正确去处理好 在开车上路的话 就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